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自曝,上学的时候没人追,是因为长相,还是因为别的原因? 迪丽热巴在当今这个百花齐放的娱乐圈,绝对算得上顶级的流量明星 在当红小花旦的排名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她之所以这么受欢迎,除了精美的五官,黄金比例的身材外 她还是一个十分努力的女孩 曾经有个艺人在节目中就说过,迪丽热巴在一年中就没一天再休息,过年都在工作 这也看出她有多努力 迪丽热巴出生在新疆,自带的抑郁风情加上清纯可爱的气质 使她一出道就备受关注 迪丽热巴自曝,上学的时候没人追她 是她在上学的时候长相一般吗? 其实并不是,迪丽热巴在上学的时候就长相出众,那时的她比现在还要迷人 是因为她太出众了,大多数男生觉得配不上她,只能远远地欣赏 迪丽热巴出道时间很短,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年时间 她就拿下了精英女神、精英事后这两个叫所有女艺人羡慕的奖项 成功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打拼换来的 相信迪丽热巴在以后的演艺生涯中,能把更好的作品带给广大粉丝们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,订阅我们的频道